这个第三点啊 这个第三点指的是感知动词加动词原型 那么感知动词加上这个动词原型呢 什么是感知动词 那你英语里头是不是也会有感知动词这种概念 什么看啊 感觉呀 听啊 等等等这些 像这个ver sentir oír ver是不是看见 oír听见 sindir是不是感觉 那加动词原型是不是看到某人做某事啊 咱们在句子里头来体会啊 quando el niño vio a su madre acercarse corrió hacia ella 那是不是说的是 当这小孩看到他妈在靠近 是不是朝他走来啊 corrió hacia ella 然后呢 他跑向了他 这是不是等于是看到某人做某事 ver a uno hacer algo 对吧 他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用法 那谁看到某人后边做某事 这个hacer的主语是什么呀 是ver边运的主语 是不是ver a uno 这个a uno uno的主语 是这个意思吧 那然后再有啊 你再分一下句的成分 那你像这里边 这个小孩做的肯定是主语吧 比如我看到 看到的直接对象是啥 a su madre 那么就会有一个问题 那acergarse 在这个句当中做什么成分啊 依然是直接编语 所以说像这种感知动词 看到某人做某事 听到某人做某事 等等的时候 某人和动词原型做的都是什么 做的都是直接编语 是双编语的 不光看到他妈 还看到在靠近 能明白这意思不 这俩都是直接编语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a su madre 找一个代词来代的话 你应该找哪个代词 刚才我说他做什么成分 直接编语 所以那你应该找 冰格代词来代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加代词 应该加la 所以说那就应该是 quando el niño la vio a sergarse 是不是得变成这样 而且像这个呢 我是直接加了一个动词原型 对吧 那我能不能加一个从句呢 是不是也可以 是不是这个小孩看到他妈 他妈当时在干嘛 在靠近 对吧 那是不是就加了一个 直接编语从句啊 que vio a su madreque 那后头就得用什么实态了 当时正在靠近 是不是来解释 他所看到的内容啊 那你是不是应该用 过去未完成实 那应该是 que se acercaba 那是不是就是 quando el niño vio que su madre se acercaba correo hacia ella 所以说像这种感知动词 加动词原型 你要知道 后边动词原型的主语 是这个感知动词的 直接编语 而且像这个感知动词 这种结构当中 后边的人 和动词原型 都是他的直接编语 如果说vera uno 这个人 找一个带起来带 你应该用什么带子啊 binger dice 对吧 再比如再给大家举例子啊 eran las doce de la noche quando oji a alguien dogar la puerta 是不是说的是 当时是半夜的十二点 这时候呢 oji a alguien dogar la puerta 当我听到有人在敲门的时候 对吧 那看后边听到有人在敲门 oji a alguien dogar la puerta 是不是后边加的是动词原型 dogar的主语是啥 是不是这个alguin 那像他的直接编语 oji的直接编语 一个是a alguien 另外一个是不是就是谁 dogar 所以说 那a alguien 我要找一个带子带 我应该找谁啊 lo 那后边这个dogar 我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个重句 是不是听到什么 有人正在敲门 对吧 那是不是可以说 oji a alguien que tocaba la puerta 这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对吧 好 那再比如再举例子啊 si los fish pasar por aquí llámame inmediatamente 是不是说 如果你看到他们从这儿走过 你立马要给我打电话 你要马上给我打电话 那si los fish 那这个los fish 是指的 是不是就是 si fish a ellos pasar por aquí 那 pasar 它这个动词主语应该是啥 是不是 ellos 对吧 那我当然我也可以用一个重句 就是 si los fish que pasan por aquí llámame inmediatamente 这是不是这就可以了 好 那再比如说 oji mo sonar el timbre 是不是我们听到什么 零响了 那刚才给大家举的那些例子 都是看到某人做某事 那他可不可以看到某物做某事呢 是不是这个也是可以的 那你看这个句子 oji mo sonar el timbre 我们听到零响 那sonar他的这个主语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el timbre 对吧 好 那他是不是依然也可以用一个什么重句来表示 那是啥 oji mo sonar el timbre 好 这是这个感知动词加动词原型 那动词原型和后边的那个人或者是物做的都是直接冰语 所以人物如果你要找带次来带 应该用什么样 冰根带次 那到这呢 这节课语法就给大家讲完了 还是回顾或者是加强对之前一些语法点的这个理解